花莲县编列351万元,每月发行宪政报道,然而看出来不是县政府的政绩,却是立委徐真卫的争取预算的报道,县议员装职才今日在审议总预算时,痛批县府公器私用,议员刘小梅更值一疑,是要为徐真卫参选县长铺路,行严处长林金虎回应,徐真卫是县长夫人,报道中没有用立委身份,立刻被装反批应有。 花莲县议会今日审议总预算,庄知才直询行严处编列351万元的宪政报道怎么都是徐真卫的政绩,更反问,花莲县长夫人没有其他立委麻,议员黄振复则呼吁县府在行政范围内边算是应该公平公正,议员李秋旺则认为与宪政有关,不反对宪政报道立委政绩。 另外,庄知才指出,行严处每年编400万请律师告议员和媒体。 刘小梅也列举例来至少有10名媒体记者因报道县府负面新闻,遭到县长傅昆其控告防害民遇,最后权述不起诉,此举根本就是花公盆烂告的行为。 议员邱永双怒指南报要通过预算来告我自己吗?更扬言删除这两笔预算。 林景虎达询表示,行严处共聘5名律师,预算约400万元,协助宪府及各局处相关法律问题。 目前诉讼未决的民事诉讼有15案,行事诉讼17案,本年度共42案都牵涉县府权益。 至于控告媒体部分三案皆为地方媒体。 强调法律顾问费绝对不适用来告议员所用。 宪政报道中都是立委徐征卫的政绩,又议员痛批县府公器私用。 图徐庭阳反射,分享,花联县编列351万元发行宪政报道。 内容中大部分都是立委徐征卫的争取预算的报道。 图徐庭阳反射,分享,花联县政报道刊出的不是县政府的政绩, 却是立委徐征卫的争取预算的政绩。 图翻射,分享。